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它就会有所涉及 那现在呢先把它的理论部分做一个介绍 后续呢将会去学习的就是具体的实物了 好 那么整个第三节的考点呢一共是要有三个考点 第一个内部控制测试的作用 这个应该说是考核的概率是最低的 它呢是作为背景知识 因为毕竟内部控制测试它是一个程序嘛 内部控制测试就是我们的控制测试 它是个程序 这个程序有什么用对不对 让大家得知道它的一个作用 然后第二个 你知道重要作用了得测对不对 那测的步骤和方法 你看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它怎么测呢 它的步骤分为哪些步骤和具体的有什么方法 这个地方呢也会涉及到我们和第六章 刚刚讲过的取证的具体方法相结合 再有就是第三个考点 内部控制测试结果的利用 那你测完了 这个结果对我们接下来流程啊 对我们接下来程序有什么影响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了 针对于这三个考点啊 针对于这三个考点 那么大家应该就能够清楚它整个的套路 所以三个小节现在都假设都学完了 第一节认识什么是内控 考的当然少了 第二节呢 内控的要素可以考到我们的客观性的题目 让大家对内控有所认识 认识完内控要去测 测才是重中之重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支点 围绕着内部控制测试的作用 那么围绕着内部控制测试的作用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控制测试 在后续的学习当中 在后续的我们的选计实物当中 孙老师呢 更多的管他叫做控制测试 更多叫控制测试 那你看到如果说单纯的聊控制测试 那么他测什么呀 他一种测试测试了什么 测试了他的控制 测试什么控制 内部控制啊 对不对 所以在前面的第一节第二节就有关注了 什么是内控 你得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什么是内控 识别到他的内控 才能够对内控加以控制 所以你看内控控制测试指的是什么 审计人员通过调查了解被审单位 内控的设置和运行的情况 并进行相关的测试 对内控的健全性合理性 有效性做出评价 以确定是否依赖内控 和实质性程序的性质范围时间 重点的活动 同学们这一段话是要理解的 这段话是要理解的 他不是背的 你理解之后 后面很多东西就应刃而解了 如果你没有理解 后面很多东西啊 在流程上是条理不清晰的 逻辑上是不清晰的 是不利于大家好续的学习的 怎么来讲呢 你听到啊 内控 你要对他进行测试 你要对内控进行测试 先得是了解 先要找到他的被审单位 他得有内控 你想测 他得有内控 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呢 那我得了解 看看他怎么设置的 看看他怎么运行的 对不对 看他怎么设置的 怎么运行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 他的设置情况 像比如咱们前面 哪个岗位 哪个环节 谁来做什么 然后并且是如何运行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内控 了解内控之后 了解内控之后 再对他进行测试 对不对 再进行测试 那进行测试测什么呢 测第一个 谈他健全不健全 就你内部流程啊 制度啊 健不健全 第二个呢 再看你的内部制度 合不合理 以及 有没有效果 所以通过对内控的健全 合理有效 做出评价 那决定 要么我依赖内控 要么不依赖内控 那如果依赖内控呢 依赖内控就内控好呀 内控好相对而言 接下来我们要做那个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不是最实在的吗 是必须做的 如果内控好 你想想我们讲证据的也说过 内控好 证据的质量会高 那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实质性程序的性质啊 范围啊 就可以少一些 但如果内控我们不值得依赖 不值得信赖 那我再做实质性程序就要多做实质性程序 对不对 好了各位 你看 在我讲这个四行话 对内控的一个概念的介绍的时候 你发现内在联系是不是很明确 怎么很明确 第一 这里面现在了解 了解完了我再测 这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流程的过程了 对不对 好 再者 那我测完之后有什么用呢 测完之后 那不就是针对于我们接下来会影响的实质性程序 它的性质范围和时间 所以你看 整个第三节用我的话说 我的课程逻辑性很强 你发现这个逻辑就理清楚了吧 对不对 你但凡认识了什么是内部控制测试 那你就知道测试的步骤了 先得了解去内控去 了解完了我再测 那测完了对来结果利用 利用到哪里去了 影响着实质性程序吗 对不对 你看 这四行话一目了然 对不对 这四行话一目了然 好 再者 那么在这儿你发现 还有往下深入学习 我们CPA 我们审计人员 我们注册外师 我们相关的审计机构 审计人员 是做测试 我们是做程序 对不对 我们是做测试 我们是做程序 那好了 我们做测试 做程序 那么建立 健全 内控 并且保证它的实施 这可不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只是测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还要明确彼此的责任 明确彼此的责任 怎么讲 审计人员责任 是对内控的健全性和有效性 进行什么 评价 所以我们过来是做评价的 我们不是做搭建的 搭建 包括我们保证 它的有效运行 这都是谁的 搭建保证有效运行 这都是我们所知道 这个备审单位的 对不对 所以你负责内控的搭建 你保证它有效执行 我们只是来评价 只是看你的内控好与不好 只是看你内控做的如何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你有看到 针对于内部控制 它的测试 对不对 针对内部控制 它的测试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大家经过刚才我们的介绍 介绍内部控制的一些 测试的一些含义 从这个定义四行话中 其实你已经间接的推出来了 到底内部控制测试 有什么作用 对不对 我们这个考点不就是 内部控制作用吗 第一 评价被审单位 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 对不对 看健不健全 有没有效 据此呢 确定会计 以及其他经济信息的可靠性 就这么说 因为你的内控是健全的 因为你的内控是有效的 同学们 第一节还记得吗 你的内控是健全的 你内控有效的 那么结合着内控的作用 所以 结合着你有效健全的内控 我们就能够据此认可 我们会计 还有经济信息的什么性 经济信息的可靠性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了什么呀 就是针对于我们被审单位 内控的健全有效 那么确定了会计信息 它的可靠性 内控好 信息才有可能是可靠的 你内控好信息 内控才能够起作用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发现了 在这里面 内控健全有效 其产生的信息资料 才能够可靠性高 对不对 那如果内控比较薄弱呢 那么 它产生的信息 它的可靠性就弱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换句话讲 在整个审计工作流程上 我们在开始审计工作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对 被审单位内控的健全性 和有效性进行测试 以决定是否依赖 内部控制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先去测 内控呢 就是因为你的内控好坏 甚至对我们的信息资料 对我们的证据资料 它的可靠性都会有这样的影响 对不对 健全有效 内控运行有效 那么内控运行有效 资料才可靠 反之 那就是不可靠 对不对 那么需要先对 它的健全呀 有效做测试 对不对 这不叫作用吗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通过你测了内控运行有效 那我们上级课也讲了 内控有效 那么它进而影响了什么 控制风险 那控制风险还是那句话 它跟固有风险交织在一起 形成什么 重大挫暴风险 对不对 那你别忘了 现在是风险导向神迹 所以当我们做了控制测试 就能够看到内控是有效还是无效 就能够进而去评估什么 控制风险的水平 对不对 因为你对内控做程序了 能够看到内控的情况 那就能够评估控制风险的水平 据以确定对实质性程序的性质 是范围时间重点的影响 看到了吗 虽然你内控有效 那我们的实质性能序做什么 做多大范围就会受到影响 那如果说我们控制风险比较高 控制风险比较高 那我实质性能序就多做 为什么 因为控制风险高 你可以理解为它内控运行无效 或者内控运行的风险高 内控就没有起到作用 我们前面在讲控制风险的时候 就说过什么是控制风险 你搭了内控 但内控没起作用的可能性 对不对 你搭了内控 但内控没起到作用 所以说呢 你内控没起作用 自然内控无效 那我就得多做程序 扩大范围 它就会有影响 那我们制定方案也好 修改方案影响 都会去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发现了 那我们同样审计人员 在做流程的时候 在我们对被审单位 内控进行测试的情况下 实质上 你先测了内控 就能对控制风险水平 进行什么 进行评估 对不对 对控制风险水平进行评估 所以因此 在我们的审计准备阶段 我们会根据控制风险 初步做一个评估 我最起码的 我们在之前讲的承接业务嘛 承接业务 先对被审计单位的情况 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所以你往往初步了解 就会了解到 这个风险怎么样 对不对 能够计算出我们的检查风险 那据此呢 就能够有这个实质性程序的 性质范围时间 对不对 这不有计划的制定吗 然后那你有个初步的认识了 然后呢 咱们做控制测试啊 你做完之后 就会对你的初步认识 有一些调整 有一些变化 那可能之前 你可能浅显的了解 这个计划认为定的欠妥 那我可能去修改修改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这个控制测试 它针对的是可以跟控制风险相衔接的 那控制风险的高低呢 直接影响着 接下来实质性程序 我们怎么做 对不对 因为大家也应该知道 结合着我们前面学的 你既然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交织在一起 重大作风险越高 那我们也说过 可接受检查风险 跟它是反向的关系 你重大作风险越高 可接受检查风险越低 那么我在设计程序 定计划的时候 就要加以考虑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是先要去评估控制的风险 再接着进一步 制定实质性程序的 性质时间范围 如果之前有初步的评估 之前有定了性质时间范围 那可能定的不恰当啊 那我就要修改 理解了吗 所以同学们 这个地方全都是要听懂的 否则的话 你自己可能看书都看得很费劲 而且在这儿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不仅仅要听懂 而且已经出现了 连续剧情节的前后反应了 你得知道前面 什么是固有风险 它跟控制风险交织在一起 影响着重大作风险 那么重大作风险越高 它跟检查风险是反向的 所以会根据我们初步评估的 固有风险 来计算检查风险 根据你算出的检查风险 你的承受度 来去做 接下来实质性程序 性质时间范围的一个方案的制定 对不对 再者 那随着我们工作的推进 那你看方案可能就会做出适当的调整 对不对 所以这几段文字能看懂了吗 但是它不是背的吧 它是理解的 对吧 好 再者 再者 再者呢 我们做控制测试 还有什么作用呢 前面也说过了 控制测试是测内控的 而测内控 内控有效 它的证据的质量就高 那么我们的程序就可以少做 那程序少做相对而言 它也是本着什么呢 本着我们的成本效益原则 对不对 它也是本着成本效益原则 所以说呢 那你发现 它将会减少我们审计的工作量 因为你一旦测了内控有效 因为内控值得信赖 那我接下来 比如说 结合着抽样方法 去做实质程序 那么它就会减少 相应的减少 审查的业务和凭证 账策的数量 对不对 那么 而且说 伴随着抽样 它的规模也是科学性的呀 有种直接判断 相对而言 减少了工作量 也就减少了 节约了审计成本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其实我们做控制测试 也是什么 本着成本效益的原则 像刚才我给大家反复强调 控制测试 非必须程序 那如果你做了控制测试 然后加上实质程序 可以减少 那总工作成本不就低了吗 那这就属于我们所谓的 未来就要讲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综合性方案 什么叫综合性方案呢 综合性方案就是 控制测试跟实际序 一起来做 它综合了两种程序 叫综合性方案 往往综合性方案 一旦你测完了内控有效 那接下来我们的实质程序 可以少测 样本规模就可以少 样本量就小 那你花的时间也好 花的气力也好 比如说即发的寻证函呀 这个成本 相对就是低的 就是节约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 控制测试的作用 清楚了 好 再者 再者呢 我们作为审计人员 前面说过了 审计人员 我们是专业人士啊 对不对 那我们的审计人员 我们是专业人士 所以说呢 那我们是专业人士 那我们自然而然发现你的内控 有一些缺陷 内控有一些瑕疵 内控有的不好 那我就会给被审单位提出什么 提出我们健全 加强改进的什么呀 建议 对不对 哎 健全 加强改进建议 这样的话能够帮助其去提高什么 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益 为什么 你单位内部的 搭内控 经营的效率效果 对不对 那么 我们所说的 财产的安全 还有法律法规遵守 以及信息的可靠性 本身内控制度 内部流程的搭建 就是为了让单位更好一些 被审单位内部更好 而有了我们CPA这种 出外师啊 审计人员这种专业人士 当我们做完了内控测试的时候 哎 我们就看到了 你看你内控设计的如何 你看你内控执行的如何 然后我就会发现 哎 你看你这内控有什么呀 有缺陷 内控有缺陷 我们就会跟被审单位 进行什么 进行沟通 这样的话 可以向被审单位提出什么 改进的建议 对不对 哎 改进的建议 当然 只是改进建议 让他进行改进 你不能负责搭建啊 这个地方我们再说一点 你 不能负责搭建 为什么 一旦你负责了搭建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你要是搭建了 就变成了 你自己搭内控 然后你自己评价内控 还记得我们讲了职业道德吗 就会产生一个叫做自我评价 自己评价自己是发现不了问题的 他用我们的话来说 就违反了审计过程中的独立性 对不对 爱违反了审计过程中的独立性 所以在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针对于我们所说的健全 按你的内控的搭建 有专专业人士做过测试 给你提了建议 那么对于你的改进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不对 好了 你看 这不就是控制测试的作用了吗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控制测试的作用 我们给大家是一颗星 但你发现了 孙老师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做介绍 对不对 为什么 就是他的背景知识 非常的重要 就是他对于大家 对于内控的理解 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否则如果刚才 我不做那项解读 大家可能想 哎呀 这个内控 不是被审单位的内部的事情吗 不是被审单位内部的制度流程 那我的被审单位的内部制度流程 关你注册化医师 关你审计人员 关你外部人员 关你屁事 我们单位自己的家务事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到的作用 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审计工作的流程 审计的成本 但是你最起码在第四条 你发现了 我们也能给你提建议 对不对 专业人士建议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会给他们讲 我给你提建议 你可以去找那个顾问的咨询公司 再去搭建 对不对 那最起码我也是专业人士 你还省了一部分咨询费呢 但是搭建 我肯定是做不了的 因为我还要保住这个审计业务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就是前后的衔接 这就是我一直上课 给大家讲的审计思维 所以随着咱们课中的推进 你看我的第七章 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同学们 跟孙老师也比较熟识了 也有以前的催客 也变成了一些 我们学习方法的探讨 所以孙老师也会跟大家讲 我说科目一 可能有一些记忆 有一些理解的 它真的是相关的理论基础知识 但是我们的审计来说 更多的是审计实物 审计思维的一个调整 随着章节的学习 越来越深入 相信大家感触会越来越深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内部控制测试的步骤和方法 这个就是灵活运用的 而且这个也是跟我们后面的 案例分析题和我们的第二部分的学习 是有相结合的 因为在第二部分 我们介绍各大循环 或者是报表审计的实物当中 难免会结合着控制测试做程序 对不对 难免结合着控制测试做程序 那所以说呢 那咱们大家就感受了 你得去做这个内部控制测试啊 那内部控制测试的步骤是什么呢 刚才我说到了 先要干嘛 先要调查了解内控 先要调查了解内控 这个被诊单位内控是怎么样的 然后并且要做相应的记录 同学们连续具有来了 做现在记录记录在哪里啊 工作地高 对不对 好 第二步 伴随着你对内控的了解 那我会对内控有一个初步的评价 对不对 评估控制风险 好 一旦我决定信赖了 那我就要去实施控制测试 做完了 会对内控做再评价 所以这个地方你伴随着了解内控 它相当于你了解嘛 了解就简单来看一看 它就像我在讲课过程中 我说同学们这个支点 需要你了解了解 这个支点如果说需要你了解了解 就不需要你花太多的时间和气力 对不对 来 你了解了解 看一看 所以说了解内控 这是第一个步骤 它相当于对我们的内控做一个初步的评价 由于你了解过后 有了初步评价 然后决定 我控制测试做不做 好 一旦我做了 做了相当于如果控制测试有效 那好 那我们就会接着再往下减少实质的程序 如果控制测试无效 那我可能就是多做实证学 而且伴随着你有效无效 相当于一个对内控的什么呀 再次评价 就是再评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了 这就是内部控制测试的步骤 而那么这个只是内部控制测试步骤 往下后面还有什么 往下后面还有实质情绪 那伴随着实质情绪 那就是我们整个审计的流程和审计的步骤 对不对 所以我也经常会说 审计是个立体化的过程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来往下去展开去介绍 首先我们要调查什么 了解内控 并且做出相应的记录 而这里面大家要知道 你肯定要先了解 了解了形成初步的评价 对不对 那了解的方法是什么呢 这就是和我们的第六章 刚刚讲过的上一个章节相结合了 我要了解内控 对不对 那我要对内控要进行取证 看内控有效无效 行政初步的评价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咱们讲过的取证方法 了解内控就有取证方法 什么方法呢 第一 询问 询问 第二观察 去看内控的执行 第三个呢 像内控的流程的审批啊 它不就拥有轨迹 痕迹吗 那我可以检查 还有呢 追踪有关业务的处理过程 所以这个地方 你听好啊 这儿是需要大家试图的记忆的 虽然它是很多的需要理解的 但是你得去清清楚的甄别什么 清楚的甄别 了解内控 我们用哪些方法 爱了解内控有哪些方法 询问 观察 检查 以及追踪有关业务的处理过程 对不对 爱追踪有关业务的处理过程 好 那么来看一下询问 首先询问有多种方式 询问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信函 调查 问卷 等书面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访谈 还有 爱我们的电话等口头方式 那你想想 在第六章的时候 孙老师介绍过吧 我说 询问不仅仅是书面 也有口头 对不对 爱通过询问 询问可以问被审单位内部的管理人员 问我们的财务人员 问其他人员 甚至包括也可以问到被审单位外部的主管部门 外部的行业专家 供应商 那就是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过了 询问不仅仅拘泥于内部的 因为包括在咱们前面内控的搭建 内控要素的介绍的时候 我们当然说了 信息与沟通 那沟通你也会跟我们的客户 供应商进行沟通 沟通我们的业务处理的流程 沟通内部的购销审批的流程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了解购销的流程 了解这些内控 那我完全可以询问 我可以问被审单位的内部人员 对不对 也可以问被审单位外部人员 获取与内控相关的信息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这样讲 包括我们在做程序的时候 询问 询问它没有一个界定 询问的形式随你来根据你的情况来决定 还有询问问谁 他也没有拘泥于一定指纹内部人员 外部人员也是可以询问的 内外部都可以询问 对不对 只要你认为能够帮你的审计 获取到现在的信息都可以去询问 理解了 好 再者检查 检查我们前面在第六章介绍过 说检查得有留有什么 留有痕迹 留有轨迹 对不对 留有痕迹 留有轨迹 像有些签名 有一些书面的文件记录 那我们便于去检查 所以伴随着内控 你想想 伴随着内控 在内控流程的执行过程中 就会有一些签名 就会有一些书面的文件 对不对 甚至包括像我们的被审单位 他也会有一些内部的管理手册 内控的一些操作手册 信息系统的一些技术文档 就是信息统一些说明书 这些都是跟内部流程有关的 跟内部制度有关的 都是跟内控有关的 那么你询问完了 我们都说过的 询问的单独执行 是不足以获取相关充分实际证据的 那要搭配别的程序 所以在问过之后 针对于那些有书面文件的 有种手册的 我们可以审查 翻阅相关的文件记录 对不对 那么你会发现 我去通过 去看你的员工手册 看你的内控的管理手册 能够对内控进行了解 对不对 另外其实还有一点 对于内控的了解 除了询问 除了这个翻阅查阅员工手册之外 那像如果说是连续审计 连续审计 以前年度的审计 获取的资料 也会为我们所借鉴 为我们所用 借鉴可以了解到 他的内控的情况 对不对 借鉴了解他内控情况 所以说这个是检查证据 查文件记录 查管理手册 查我们的系统操作文档 系统的技术文档 系统的说明书 对不对 好 再者我们再来看观察 观察是什么呢 观察我们说了 就是我们在正在进行 去眼见为时 去看 那么去看的时候 我们说了正在进行时 那你要注意了观察 观察他要防止人为的干扰 为了防止人为干扰 把人为干扰降到最低 那么我们观察是要突击式进行观察 这样的话呢 可以去考察到现场 他真实的情况 对不对 哎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说你说我去看看你的内控执行情况 哪天去呢 如果你不是突击的 他可能会做好准备呀 因为毕竟你观察是正在进行 就是用我们话说 他可能装也给你装出来了 你记得我在讲 第六章取证方法是 我说过 说咱们上学的时候 可能会赶上 哎 某某领导来学校参观 某某领导来我们学校检查 哎呀 那么我们那个课间操啊 做的特别的用力 特别的实际 为啥 领导来了呀 我的表现 妈妈表现出来很好 这个就跟我们观察成 局限性是一样的 所以在内控的执行当中 内控执行你要去看 他执行的如何 对不对 一旦你学用了观察 那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采用什么呀 突击式的方式进行观察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 防止他是现场的一个表面情况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刚刚讲的询问 刚刚讲的检查 以及包括咱们印证的观察 这三个程序叫做灵活运用 对不对 哎 有痕迹的咱就检查 没痕迹的观察 但观察呢 你会发现防止他有一些突击 那我们爱去突击性的检查 然后另外询问呢 得搭配着别的程序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就是程序的执行吗 好 再者 还有就是追踪有关业务的处理过程 什么叫追踪有关业务的处理过程 这个在我们CPE考试中 它有一个专业名词 叫做穿行测试 但我们的书目前在这没有提 那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叫穿行 追踪 追踪这个交易 你看交易经历了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那交易一共经历了四个步骤 那我就去追踪嘛 我就看看 一共经历了哪些步骤嘛 对不对 一共经历了哪些步骤 随时你人员 他会通过追踪一笔 或多笔交易的处理过程 我就拿出这个一笔 看看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来做什么 我来验证 之前我们比如说问的怎么样 观察的怎么样 还有我们的这个 哎 检查了如何 所以这个追踪是一个后续的追 因为交易业务已经发生了嘛 所以针对交易业务发生了 我们来进行什么 印证 印证你之间的了解是否正确 看一看是不是经历了这几个环节 对不对 哎 看一看是否经历了这几个环节 他经历了几个环节 几个过程 几个步骤 通过验证 验证他的了解 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再形成一个初步评价 所以其实呢 你看啊 结合着刚才讲的 怎么去理解 我们这儿是了解内控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它会形成一个初步评价 所以告诉大家 不是你做完了询问 做完了观察 做完了检查 你就能够评价了 也有可能评价会形成错误的评价 所以为了防止你错误的评价 形成错误的结论 那我们就要去追踪一下 验证一下了解 我们就要追踪一下 验证一下了解 所以你发现 追踪交易的处理过程 那哪笔交易 来走一遍 哪笔交易走一遍 那不就是一个穿行的过程吗 从头走到尾 从头串到尾 对不对 追踪这个交易的处理过程 另外呢 印证 印证已经取得了 对内控的了解是否正确 那你了解完了 对不对呀 这几个环节 这几个步骤啊 做一个验证 对不对 做一个验证 那你看看 它对内控的情况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对于内控的了解了 对不对 好 刚才呢 我们说的叫做了解内控 并形成书面记录 了解内控并形成书面记录 这个书面记录主要指的是 记录于我们的审计工作底稿 因为我们在讲工作底稿 张解释也说过啊 说过什么 记录你做了什么程序 拿了什么证据 形成什么结论 而针对于这个书面记录 在这也是有考试的考题出现的 你不是记录吗 记录在警告上 对不对 其实你会发现了 审计人员对于内控的了解的情况 调查的结果 要以书面记录的形式描述出来 那怎么记录呢 这个地方就体现了我们的考试细节了 这个记录的方法一共有三种方法 文字说明法 调查表法 以及流程图法 三种方法 那三种方法 最简单的考法 就是三种方法的名字 而三种考法 最复杂的考法是什么 三种方法 最复杂的考法 就让大家去清楚 三种方法的优缺点 所以你们看 到这儿就是内容越来越多 你背恐怕真的是背不下来的 对不对 背真的是背不下来 所以面对着 我们要给大家解读一下 什么叫做文字说明法 什么叫文字说明法呀 文字说明法 就是把你了解的内控 它用文字的形式 加以叙述 就类似于什么 就类似于东西的什么 说明书 它就会说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 第三个步骤是什么 就把咱们对内控的一些 了解的情况 调查的结果 但是用文字啊 写成说明书 写成那个 类似于小作文的方式 来进行叙述和描述啊 就是小作文方式叙述描述 但有一点 你小作文的方式 不要写那么多 需要有简洁的文字 简洁言简意概的进行描述 对不对 好那我问大家 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缺点 你就想想 写那个小作文 优点什么 优点是描述到位 对不对 用起来方便 所以说 这个文字描述法 文字说明法 它的优点是 对调查对象 咱们做深入的具体的描述 可以写的很清晰啊 写的很明白 对不对 而且呢 使用范围比较广泛 不受到企业类型的限制 就你不管我们的被审计单位 它是什么类型的企业 什么样的行业 都是比较方便的进行一个爱使用的 好 但是 就刚才我说的 你写小作文 同学们大概应该都体会到它的缺点了 写篇作文 就像孙老师做PPT似的 我做PPT有些时候是表格 有些时候是思维导图 有些时候是文字 当你发现一大面全是文字的时候 你是不是内心无比的烦躁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了 这个文字说明 把它用文字去描述 就像这一大堆文字一样 一大堆文字 难以简明的语言 去描述它的细节 很难 有些地方很难去描述 它的这个简洁的描述细节 对不对 所以那就造成什么了 造成如果说咱们单位的规模大 内控比较复杂 那文字势必就是冗长的 头绪繁多的 那么不便于它做出一个总体的全面评价 对不对 所以说 第一个 它的冗长繁杂 不利于全面评价 对不对 所以文字多让人看得很烦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问大家 我刚才为什么强调说文字说明法 像写小作文呢 像写小作文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这个每个人写作文 请问每个人写作文 这个写作的风格一样吗 它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个人的这种行文的习惯呀 个人的这个叙述的风格呀 就会因人而异 对不对 所以那表述的 有些就清楚了 有些比较含糊了 那么容易发生什么 误解 对不对 写作的风格 书写的情况 它会容易产生误解 所以这是它的缺点 能懂了吗 好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理解啊 一定要去理解 好 所以说 那么刚才提到的文字说明法 它呢 其实作为调查表法 和流程图法的补充 加以利用的 因为你想想啊 我虽然现在还没有讲什么 叫调查表法 调查表法 就像咱们在路边啊 或者是在网络上 填写一些调查问卷 那我问你 哎 什么什么情况 打勾画叉 通过调查问卷 打勾画叉 对吧 但是 打勾画叉 它问题要设计好 有些可能顾及不到 所以有些顾及不到 来来来 你文字描述一下 对不对 或者它画那个流程图 就像我画的思维导图 画的思维导图 画完之后 有些地方 它也顾及不到 那我要做文字的一个说明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给我提到 单独用这种文字说明法 那么单独使用呢 往往适合于这个内控啊 比较简单 对不对 内控比较简单 还有内控呢 它比较描述企业 企业是小型企业 就不会那么通篇的去写了 所以是我们说的 简单企业描述的小型企业 对不对 爱简单描述的小型企业 所以它是能够单独的 如果是规模大的 爱你写了个图片长文的 那就用不了它 那么就搭配着调查表法呀 流程读法加以使用 理解了吗 所以说 这东西是理解的 对吧 好 再者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叫做调查表法 那么调查表法呢 它是有种调查表 所以就像我们做那种调查问卷 是一样的 那跟调查问卷一样 有什么相似呢 调查问卷 它是事先设计好 标准化的格式和调查表的 它有这种标准化的格式 有调查表 来把这些问题 长期的问题问清楚嘛 对不对 把问题长期的问题问清楚 所以叫调查表法 好了 那优点是什么 优点是你想一想 比起刚才我们 那么冗长繁杂的 它就相当于简化一些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了 调查表法的优点是 它的范围明确 问题是突出的 对不对 然后再者呢 容易发现被审单位 内部控制系统中 存在的缺陷和薄弱环节 所以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你发现了 这个调查表 我想问什么问题 我在调查表的设计上 它就是比较重点通出的 非常的好的就关注到了 对不对 所以说 结合的调查表 相比较刚才的文字说明 它呢 就减少了我们的审计工作量 相对工作量就会小一些 对不对 相对它的这个适用范围也会广一些 但是就是人无完人 你觉得调查表法好是吧 它也有好处 它有不好的地方 它有缺点 怎么着 调查表的问题的设计 问题的设计 有可能不全面 再有呢 你对于问题的设计调查表 打勾 画叉 是或否 对不对 所以它回答的问题 那么它的主观的描述程度上 它肯定就是 难以反映 反映出我们审计的具体情况 存在的问题程度 就像你是或否 对不对 那么在是和否的判定上 有很多的主观判断 因此呢 标准的格式调查表 缺乏弹性 难以适用于各类企业 所以在这里面 刚才我们说了 你光是或否 对不对 你光是或否 具体的情况不大清晰 具体情况不大清楚 所以你光是或否 具体的情况不大清晰 的情况下 那咱们怎么做呢 那不是咱们就得 刚才结合着文字说明 搭配着别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它有具权性 你调查表的设计 问题的一个设计 它肯定是不可能 顾忌到全面 顾忌到方方面面的 因此 你看 你看调查表比较适合于调查 了解被审单位的环境 以及主要业务领域的控制点 就你去想去了解它的情况 了解的环境 了解的一个粗略的情况 对不对 那么不会了解到什么 不会了解到具体的细节 很细致的东西 可能这种通用的表格 没办法去问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它有这样的适用范围 对吧 好 再者我们再来看 流程图法 流程图法 它是用什么呢 是用特定的符号 还有图形来描述 比如说我们这 有种仪式三连 我在书所画过 仪式三连 我们会专门的这样 哎 画三个 你看还蛮立体的啊 意思是什么仪式三连 下面单句 它是用一定的符号 一定的图形来描述 所以你心想 它肯定比起刚才 我们的文字说明法 要简单呀 没那么多文字 图形 哎呀 传递 严简易改 对不对 互相传递啊 你看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传到哪里去 然后它又到哪里去 这边又到哪里去 流程图嘛 特别清晰的 用图解的方式 直观的表述出了 它的一个流程去向问题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它的优点 优点是什么 它的优点就是说 刚才我把这个图画出来了 对不对 它有一系列符号 一定的图形 它呢 包括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 第一帘 第二帘 第三帘 一式三帘的图形 表述的非常的清晰和到位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发现了 针对于这种流程图法 它呢 针对于我们的 这种职责的分工啊 授权的批准啊 还有复合的验证 是不是就能够清晰的 完整的 特别形象直观的 突出重点的 都已经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从全局上 看到这个图形的传递 你从全局上 很容易了解到 内空系统的运作情况 对不对 甚至包括一目了然的 看的特别的清晰 那一目了然的 可以识别出 它这里面有问题的地方 不足之处 对不对 再者呢 咱们不是每年都要去了解 这个内空吗 如果它有变化 我们适度的做出调整 结合的变化 做出适度的调整 那么流程图 也比较容易修改 这它的一个优点 直观 形象 便于修改 图形 清晰 可辨认 对不对 它的优点 那缺点呢 缺点我问你 你看 虽然我图很清晰啊 对吧 但是 没在寿所做过的 我还得给你解释解释 我为什么画三个框 那因为是一式三里二 在这边一传递 代表什么 它呢 光图形了 光图形如果没有文字的说明 确实 如果没有文字的说明 那你是不是不大好理解呀 而且再者 你看刚才 我能给你把这个三个画出来 每个锁和每个锁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么绘制流通图 也叫一定的技术 这万一复杂点的呢 绘制的难度也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什么 用我的话说 三种方法 为了考试而生 你要知道三种方法各有油缺点 各有利弊 对不对 三种方法各有油缺点 各有利弊 那所以说在咱们使用的时候 三种方法要慎重的结合使用 三种方法要慎重的结合使用 这样的话呢 你三种方法结合使用 那就克服了彼此之间的一些什么缺点 那么共同的发挥作用 所以它比单一的使用 一种的效果更好一些 对不对 比如说我用了流程图 眼前一盖 间接 但是它有些地方表述的不清楚 来 我搭配上什么 搭配上文字说明 比如说我用了这个调查表 调查表呢 那我觉得有些地方问的不够清晰啊 那我也可以搭配着谁啊 搭配着文字说明 对不对 所以三种方法大家要清楚 二三种方法你要清楚 他们各自的优缺点使用范围 好 来我们看看考试怎么考啊 考试怎么考 下列个案中 不属于内部控制调查方法的是 A 查阅被审单位的各项管理制度 相关文件 B 询问 询问被审单位 它的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C 检查内控中生成的文件和记录 D 审查报表项目的余额 谁不是 他不是 内控的调查方法是什么 询问 对吧 观察 检查 还有我们说到的什么 追踪交易的处理过程 对不对 所以刚才就这四种啊 四种的调查方法 那就是老师审查报表项目的余额 审查报表项目的余额 你要理解为检查 那你查余额能证明内控吗 对不对 所以当然它并不属于内控的方法了 所以答案是4D 对吧 答案4D 所以你看 询问检查都在这 查阅相关的文件记录 其实就是检查相关的文件记录 而你这查余额 查余额金额的多少怎么样 那我们的内控是一个什么 说办了 内控是个定性的 好与不好 那你查金额 其实没有必然的一个联系 对不对 所以它就不属于内控的调查方法 好 那刚才你看到了 针对于我们了解了内控 做了一定的方法 并且要对它内控的情况加以记录 那记录的工作底稿上 而那换句话讲 你伴随着了解了 其实你伴随着了解 也能够对内控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初步评价 对不对 对内控形成初步评价 然后能够评估控制风险的高低 所以在前面第一个步骤 完成了对内控的调查了解之后 那么要对我们内部控制 做出初步评价 这样的话 你评价之后就要看到什么 比如说评价健全不健全 合不合理 什么叫健全呀 健全的全 全乃是齐全的意思 就是你在内控搭建上 它的流程啊 它的环节是否齐全 还有呢 是否合理 内控的布局是否合理 是不是有多余的 不必要的控制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有没有合理 这个环节布局 谁在先谁在后 是否是合理的 那评价了如果是健全且合理 对不对 健全且合理 那好了 如果评价了健全合理的话 那就准备 评价内控是信赖的 值得信赖的 那接下来往下就要做控制测试了 所以大家看到了 这儿就是一个关键的可靠的点 伴随着我们的初步评价 那经过了你的初步评价 审计人员认为 存在下来的情形之一的 应当测试为相关控制的有效性 什么呀 设计合理 且预期有效 能防止问题的发生 或者呢 是那种紧做实质性程序 不足以发现重要问题提供 充分实际证据 那这指是什么呢 就是光做实际序还不够嘛 对不对 光做实际序还不够 那如果光做实际序不够 那我就要搭配内控加以测试 所以如果说 你做实际序能够应对了 这个其实呢 有些原理比较复杂 但其实大家感受一下 像比如说 只做实际序就够了 那就没有必要做控制测试了 对不对 但如果做了实际序不够的话 那我必然要去做控制测试 必然应当去做测试 对不对 去测试内控的有效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第二条就比较爱出 我们相关的一个考题 什么情况下测不测 会有一个抉择 而这个抉择呢 就会容易结合着第二部分 循环一并来考核 对不对 这个大家稍加关注啊 那再有呢 就是第三点 你看它也是一个决策啊 第三点是什么呢 如果审计人员决定 不依赖某项控制 可以对审计事项 直接做什么 直接做实质性程序 好了 这一条 它也是在考试中特别爱考的 你把咱们前面的程序 到现在来做一个罗列啊 前面刚做什么 先是了解内控 你不了解内控是不行的 所以告诉大家 了解内控 潜台词是必经的 那就是说 为什么了解内控是必经的呢 你想想 如果你前面没有了解内控 怎么对它形成初步评价 对不对 你是经过了刚才的第一个步骤 了解了内控 然后做了初步的评价 然后把它记录在我们的底稿当中 然后再决定做不做控制测试 对不对 所以说 你看整个流程是了解内控是必经的 然后我了解过后 我发现 比如说不健全 比如说不合理 我觉得无效 那行了 控制测试就不做了 那也就是说 你不依赖内控 你认为内控无效 你觉得内控 做的不好 那我就不做控制测试了 对不对 不做控制测试 那我做什么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做我们的实质性程序 所以其实实质性程序 是未来在循环部分 重点要讲的 它是最实在的吗 孙老师一直说 它最实在 它能够去发现 认定层次中大错报 它必然去要做 对不对 因此你看 这就是考试当中特别爱考的 什么程序可做可不做 控制测试可做可不做 对不对 它是在 刚才讲的第二点 两种情况下 我们要做控制测试 对不对 两种情况下做控制测试 然后如果说你对内控不信赖 或者说我做了实质性程序 能把这事搞定 能把这个事拿下 能拿到充分证据 没必要做 对不对 好 再者 再者呢 像被审单位如果规模较小 业务比较简单 审计员可以对审计事项 直接进行实质性程序 所以就等于说你规模小 内控制度流程啊 没那么复杂 所以内部制度流程没那么复杂 情况下 那我内控 也可以不测 但是你发现了 谁还是必须做的 实质性程序 必须做 对不对 因此呢 在这整个这一页的一个讲解当中 其实会有一个间接的考题出现 那哪个间接考题呢 就给大家ABCD ABCDE吧 五个选项或者四个选项 问这里面的程序 什么是必须做的 哪个是必经程序 那大家必须要知道 大家必须要知道 好 再者呢 像刚才我们说了 这一页 你控制测试做不做 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去做 没有这种情形呢 其实我也不做 对不对 就像典型的说 我都不信 我都不信这个内控 我都不依赖内控 我都不准备信了 都不准依赖 那我就不做了 直接做实证序去 那或者说我直接做了实证序 它不足不够 那我会回来再去做什么 再去做控制测试 对不对 这个大家要清楚了 好 那接着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如果说你决定依赖内控 对不对 决定依赖内控 那就是做控制测试了 决定依赖内控 那为什么依赖呢 因为刚才做了初步评价 我评价它设计 执行的是不错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评价它设计执行的不错 在我们调查了解的基础上 对其有效性进行测试 那么也称之为什么呢 遵循性测试 什么叫遵循性测试 你想想 刚才行政评价 设计的不错 健全 对吧 设计的健全 然后设计的什么呀 设计的合理 内控制度流程 不错嘛 好 然后也是执行的 那你要看它的执行 是否有效 那就是要看着 你有没有遵循 原来我们的内控 就有没有遵循 按照既定的 内部的制度啊 遵循既定的内部的制度啊 内部的流程啊 来进行程序的开展 对不对 你得遵循的内部制度 内部流程的一个开展 这样的情况下 才能够去有 内控的最终的一个评价 所以要对内控去做测试 看内控有没有按照 既定的轨道 有没有遵循既定的轨道 遵循我们的业务流程 来执行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叫做控制测试了 明白 好 然后我们来看啊 控制测试的方式 控制测试的方式 包括有业务程序测试 那就是结合着业务流程 但这是怎么看的字面意思啊 就是这样的 业务程序测试呢 就是本身你其实是了解了它的业务流程的 就知道第一不干嘛 第二不干嘛 第三不干嘛 第四不干嘛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的流程是有过程的 是按照你了解的流程过程 它的典型的业务 来进行沿着业务的流程 沿着业务的处理程序 对不对 沿着业务流程 业务处理程序 来看它是否执行 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纵向的内控 它的一个测试 那有了纵向 有人说了 那有横向 对的 有横向 那如果说横向的是什么 横向是功能 就流程你可以理解为立即化的 纵向的 还有这种功能的测试 功能测试是什么呀 是针对我们某项控制的环节 选择若干时期的同类业务进行检查 查明控制环节的处理的程序 看它是否发挥作用 那这种就是横向的 就是我设置这个环节 设计这个内控 那起到什么作用 有什么功能 起到什么作用 有什么功能 那你要看看这个功能 有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一个功能啊 有没有发挥它的功效啊 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是功能测试 一个叫业务程序 一个叫功能 好 再有 它测试的范围 那为什么叫范围呢 其实大家想想这是程序 性质 测什么 然后时间 然后还有什么 范围 就是得大范围嘛 对不对 测得大范围 那么内控的测试范围 理论上讲什么 结合着范围越多 那么我们的证据也就越充分 对不对 好了 但是你别忘了 证据越多 那么越充分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范围越大越好 对不对 并不是范围越大越好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考虑效率 要考虑成本 或者说你想一想 刚才我们为什么选择做控制测试 是因为你测完了内控 可以减少后面的时任序 你减少后面的时任序的话 那自己成本就低呀 对不对 那你不能玩的命 在那一大堆测上来 那玩的堆的测了一大堆 那就花了好多的钱 那比你后面缩小的时任序还要多 那不就是得不偿失了吗 那就未偿不可了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那我跟大家这样讲 范围越大 确实证据越充分 但是并不是内控测试的范围越大越好 因为照样要考虑我们的成本效率原则 要考虑的效率 要考虑的成本 对不对 本身呢 我是为了节约成本的 我不能测试 最后把成本比原来的单做程序还要高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范围就是适当适度就好 而这个范围适当适度就好 不是越多越好 跟什么有关呢 同学们 咱们学完第七章将会学一个比较枯燥的 但是他又会去考的叫做审计抽样的章节 所以这个范围就是有结合着现代的抽样方法 来我往外去挑 挑就有挑样 挑样 挑样本 挑样就挑样本 那就有抽样嘛 对不对 就会受到抽样范围的影响 那有两种方法 一个叫统计抽样 什么叫统计抽样啊 第八章会讲 就是结合着概率论数理统计的方法 统计抽样 还有一个叫做经验估计 什么叫经验估计 结合着你的经验 结合着你的历史的经验 判断一下 做出直接判断 结合着经验做出个估计 所以这就是我们抽查抽样的范围 对不对 爱抽查抽样的范围 所以说呢 他有统计抽样法 还有经验估计法 对不对 爱统计抽样法 经验估计法 一般情况来说 像这种测试范围 直接影响着我们 风险评估啊 控制水平 风险水平的一个 它的一个评价 因为你测完了 就能形成内控 有效无效 内控有效 控制风险相对低 重大错风险就低 但如果无效呢 那这个控制风险就高了嘛 它高了 重大错风险就高了 对不对 所以测试范围 影响到你的风险评估 影响到控制风险的一些 评估的水平 所以这个大家呢 还是要注重 所以你不能单纯的去看 题目中 范围越大越好 不是的 也不是越小越好 适当足够就好 意思就是说 我在做这个 范围的测试的时候 要考虑它的效率和成本 对不对 要考虑成本效率原则 好 再者 再来看 内部控制测试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做 内部控制测试 那包括什么呀 检查 询问 观察 你在测内控的时候 也可以检查检查 你的签名啊 记录啊 也可以去问一问 你们怎么做的 也可以去观察 另外这儿还有一个什么 重新操作 对不对 通过检查 询问 观察 重新操作等方法 来测试内部控制 是否有效执行 那同学们 你们会想到什么 想没想到 孙老师之前说过的 这个围绕着我们所说的 取证方法里面 当时讲的这个重新操作 我特意说过 我说重新操作呢 是对内部的程序 重新再走一遍 重新再做一遍 针对于我们的若干交易 重新的演练一遍 重新的操作一遍 看你的这个手续的执行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事 都能重新来过 像买卖交易 没有办法重新来过 像有一些你内部 你们单位内部的事情 还可以重新走一遍流程 对不对 像我之前举的例子 报销 报销呢 来退回去 退回去之后呢 那你可以重新再提交一次 那么就能够重新去执行 重新去操作 所以重新操作是谁 是审计人员 按照流程重新的操作一遍 那当时我们在讲第六章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 它是仅限于谁的 控制测试的 对不对 仅限于控制测试 所以你发现 这儿要做个对比 刚才了解内控 了解内控也是四个程序 前三个是一样的 你是分不清楚的 检查询问观察 还有什么 追踪交易 也有流程的处理过程 对不对 追踪交易也有流程的处理过程 然后另外呢 还有我们所说的 那如果说现在是控制测试呢 检查询问观察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说到的重新操作 对不对 重新操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针对于我们 了解内控 跟控制测试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其实呢 在我们考试当中 也经常会考到 了解内控 跟控制测试的区别 而且就算它不直接考 大家也是要做个对比的 像比如说很多情况下 你能够对比清楚 了解内控是个必经程序 控制测试是一个可做可不做的 那再者呢 了解内控是询问观察检查 追踪交易的处理过程 控制测试 询问观察检查 和重新操作 对不对 好 再者 刚才了解内控 它对内控形成的是初步评价 控制测试是再次评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了 通过控制测试 你会测出来 内控有效和无效 那么内控有效和无效 也就是说你在刚才 初步认为它有效的基础上 那我又做了控制测试 所以在你初步认为 内控有效的基础上 做完控制测试 也就意味着控制测试的结果 对控制风险做出什么 进一步的评价 相当于再评 对不对 相当于再评 有可能你认为内控是有效的 一旦我们做完测试 测试的结果 什么呢 是无效的吗 那这个就是你的初评 这就是你的再评 所以控制测试就是再评 对不对 它就是进一步评价 而此时此刻 伴随着你控制测试测完了 形成了内控的评价 那我接下来 在后续的实质性程序的 范围和重点都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了 控制测试影响着实质性程序 那这样的话呢 把现在我们的步骤 穿连在一起 你发现 审计整个的流程 或者说所谓的现在 风险基础审计 就已经出现了 风险基础审计什么呀 风险评估 内部控制测试和实证据 而风险评估中 就会有包括了解 被审单位的内控 了解被审单位的情况 这就属于风险评估 然后结合着控制测试 再做实质性程序 这就是整个 现代的风险基础审计的 测试流程 而未来 包括我们在介绍 第二部分循环审计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个流程展开的 像比如销售收款 介绍介绍他们风险 重大测试风险的怀疑点 了解了解内控 然后做做控制测试 再做做实质性程序 对不对 好了 所以你发现 了解内控是出平 控制的是再平 平的都是什么呢 平的都是跟内控有关的 控制风险 对不对 平的都是跟内控有关的 控制风险 那么它可以分为 高中低 风险有高 风险中 风险低 对不对 而那么像有些情况下 它其实有些方法 也可以将控制风险 量化为百分比 那么意思是 它没有一定要量化 也没说一定不能量化 这是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形 具体的方法来定的 总之呢 要结合着对内控的了解 内控的评价 来搭配设计 我们的进一步程序 对不对 来搭配设计到进一步程序 能懂了吗 好了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 它的整个流程 而呢 伴随着我们刚才说了 你跟对于风险形成评价 高中低 那什么叫低风险 什么叫低控制风险 低控制风险就是 内控健全且执行 且执行的是良好的 设计的不错 健全且执行良好 那么对策呢 那不就相当于 内控运行有效 那我们审计人员 可以较多的依赖 并且利用内控 对不对 并且相应的减少 实质性能 的数量和范围 而如果是中等控制风险 中等控制风险 是相对比较健全 但是风险是中等的 所以你的是比较健全 但有一定的薄弱环节和缺陷 而那换句话讲 对于内控 我们是有保留的信赖 有保留信赖 那加之什么 加之我们刚才说了 你做综合性方案 可以节约成本吧 成本效应原则 所以为了减少审计风险 我们会扩大 实质性程序的深度和广度 适当的增加 报表项目的检查数量和范围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说不信赖 我们其实按照方案来说 依然做的是 我们说的综合性方案 依然做控制测试 我也测 然后对应的我们的实证序 会相应的去增加一些广度和深度 对不对 这叫中等 那好 如果是高呢 如果是高 高的情况下就风险高 内控就不能信赖了 所以等于说 它的设置极不健全 或者说 虽然设计了良好内控 但没执行 从而导致经济业务 会计资料大部分失控 那这样的话真的就没办法信赖 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就要扩大 扩大实质性程序的范围 更多的通过我们针对于详细的实程序 通过实程序来获取支持的证据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讲 你要看到 内控越有效 内控越有效 控制风险就相对比较低 相对比较低呢 对内控的信赖程度就是可以值得利用 值得信赖的 那我们可以做控制测试 加实质性程序 但如果内控无效呢 内控无效的情况下 控制风险就会相对较高 那更多的就依赖实质性程序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题目中 大家也可以结合着我们的实际的内容啊 去结合着高中低的控制风险 来做出我们的决策 结合着高中低的风险 来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看它的程序的开展 对不对 这个大家要关注啊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道多远题啊 这道多远题呢 其实就在刚才讲的时候也说过了 它相对是比较爱考的 是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 控制测试不是必须做的嘛 对不对 因此呢 你看审计人员对被审单位内控 进行初步调查之后 什么情形下应当实施控制测试 什么情况下必须做控制测试 什么情况下必须做呢 A有重大缺陷的不做 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高风险也不做 得是什么风险 得是低风险 对不对 低风险 还有就是 你设计和理解预期有效 而在这里面比较纠结的答案是什么 比较纠结的答案是C 开展内控测试的成本较低 成本低就做吗 那我说一点不对啊 这个地方成本低 但是我们决定做不做的本着叫做成本什么原则 成本效益原则 本着叫做成本效益原则并不是说我们成本低 我们就做啊 还要效益要好 效率要高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不能选 那当然就是呀 闭合一 对不对 好 那你温固一下 复盘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在针对于什么情况下应当测试控制有效呢 第一 内控设计合理 且预期得到有效的执行 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说到的低水平的风险 对不对 所以刚才 闭合一 但另外除了闭合一之外啊 像我们说的 如果紧实施实质性能序不足以发现重要问题 提供充分实际证据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紧做实际序不足以发现 不足以发现的情况下 那对应的我们是不是 那你还要依赖于内控啊 对不对 当然有东西说老师你把这条稍微的讲一讲 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初步评价 内控是无效的 没有做 就直接做了实质性能序 发现做了实证据 拿不到充分证据 那么就要反过头来回来 是不是你看内控评价错了 初步的内控评价 是不是形成一个错误的结论 那反过头来 通过做控制测试 这个呢 它其实就是两种 或者换句话讲啊 我跟大家讲一个生活中的案例 像比如说 有一天说你看那个人 长得贼美鼠眼的 长得骂那个眉毛是横着 觉得不像个好人 不像个好人的话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就会出现我们认为 这个人是个坏人 那这个人是个坏人的情况下 你会搜集证据啊 就像你做实证据 搜集证据 证明他是个作恶多端的坏人 但发现好像没什么作恶多端的 收集不到实证据啊 那么就是实证据不能应对啊 那你问你了 这种情况下什么 你不就评价错了吗 那么是不是还要重新做评价 重新做控制测试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那种 我光做实证据不足以发现问题 光做实证据不足以应对 只做实证据不够 那必然就要搭配着谁 搭配着控制测试 一并来执行 对不对 搭配控制测试一并来执行 好了 所以在这里面 能清楚了吗 好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最后一个指点了 前面讲了那么多 第二个指点最最重要 他控制测试怎么做 那做好之后呢 做好之后 我们要关注的是 内部控制测试结果的利用 说白了就是对谁啊 对接下来的实质性程序的影响 这个其实刚才都有介绍了 你想想 想我们所说到的 这个内控的了解 他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制度基础审计 还有印象吗 内控的了解 就是内部的什么制度 对不对 虽然咱们现在不是制度基础审计了 但是我们也得了解内控制度啊 所以制度好 那相对我们做的就少 制度做的不好 那相对就是做 所以当你的这个制度的了解 或影响了程序的性质 接下来实陵序做什么呀 接下来实陵序做多大范围呀 对不对 像比如说内控比较薄弱 多做程序 扩大范围 内控比较好呢 我们就要少做程序 对不对 因为刚才说了 内控好 质量会高 质量高 数量就少啊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在这儿 你发现了通常啊 在针对于控制评价 所认定的失去了控制 就是或者是控制薄弱 那固有风险比较大的 那我们要应当都会纳入到 控制测试范围 对不对 范围就会大一些 多测一些啊 好 再有 对于实质性能力的重点 你看像有一些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内控 缺少内控 或者有些内控设置的不合理 目标不能实现 或者是控制没有发挥作用 那自然内控起到什么作用 你听好 内控起到是防错 究毙的作用 你连基本内控都没搭 或者内控搭的不好 或者内控没起作用 那就证明 错报的可能性 就会高 懂吗 那么错报的可能性高 那你就会把它作为 我们接下来 实质性程序的重点领域 对不对 因为这些风险高 所以我在接下来 做实证序的时候 重点考虑 尤其是针对于缺少内控的 内控设置不合理的 目标不能够实现的 那么内控没有发挥作用的 对不对 那这些 作为我们的实证序的重点 来进行关注 对不对 好 另外呢 还有就是确定实证序的方法 那你看 比如说我们重点的业务 详查 非重点的 结合着抽样 对不对 所以包括那些 如果没有纳入到重点范围的 也是较小规模的掠查 不做检查 这些都会受到谁的影响 都会受到我们控制测试的影响 你测完了 内控不错 哎 那你发现了 紧紧有条 那结合着抽样啊 对不对 如果下来了 那我们可能要详查 风险高的领域详查 对不对 那没列入的呢 都不算上 那我也得查呀 或者有些情况下 可能真的不做检查了 所以这也是影响着 实证序的方法 总之呢 在这你可以看到 控制测试对实证序有影响 对不对 哎 这个大家要清楚了 好 另外 像刚才提到了 你做完控制测试 形成了载评 做完控制测试 形成了载评 就会发现内控有效 无效 内控有些缺陷 该提建议 提建议 该改进改进 对不对 对薄弱环节 提出改进 所以这些都是 有它的一个作用的 也是对于控制测试的 一个结果的利用 对不对 哎 你要清楚 当然呢 提建议这一条 没有前面这个实证序 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接下来 按照我们的流程 你要往下 就要做实质性程序了 对不对 爱往下做实证序了 所以说你看 确定了实证序的性质 怎么做呀 做什么程序 做足大范围 包括我的重点 放在哪里 重点放在那些内控 比较有缺陷的 内控比较有瑕疵的 内控搭的不好的领域 更应该关注 它的实质性程序 对不对 包括你这个内控的情况 也会影响 接下来 我后续抽样的结合 那你看第八章 马上就要讲抽样了 对不对 好了 这些理理就可以了 好 咱们来看一下 这道考题 这道考题相对就是 阅读量 信息量比较大的了 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而那这道题 怎么回事呢 你们看一下 这道题呢 相当于 它是把我整个 三节讲的内容 或者是第二节 第三节讲的内容 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它的难度 相对比较高 你看 下列有关 内部控制测试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备审单位内控 十分健全有效 控制测试可以替代 对吗 不对 控制测试可以减少 实证学 但这个是必须做的 对不对 但不对 好 B 内控测试后 审计人员应当根据结果 对内控的情况 进行再评价 对的呀 根据内控 你执行的结果 再评价 C 内控的再评价 主要是针对内控的健全性 和合理性进行评价 对吗 健全合理是吗 不是 是否健全 是否合理 那是针对于了解内控 再有 4D 内控测试的范围 也与人员对控制风险评供是相关的 知道 按范围跟这个评估啊 有关系 对不对 好 再有E 审计人员如果决定信赖 可以直接 决定依赖 直接直接 不是要做控制测试 所以谁是正确的 就是B和D 看到了吗 所以这道题同学们出的是特别好 怎么讲 他把咱们的第七章第二节 加上第七章第三节 一系列内容都做了一个梳理 或者说他把第三节里面的各个内容 各项考点穿在一起了 所以这种综合性的题目 你更应该知道 而那么这个综合性的题目 它如果就算是不算是真题 那也是给大家做铺垫 因为它会影响到后面你的一个决策 当后面到循环神经中 哎说我不做时程序了 控制字不错 不对的 要做的 然后再有呢 你说了 那我要再评 再评凭什么 评内控的有效性 而不是看它的健全和合理 健全合理典型的是什么 了解内控 刚才我也说了 了解内控 要跟控制测试区分 对不对 再有呢 测试下来 跟风险水平有关 进而影响到接下来的实质性能序 控制测试 做与不做 对不对 它要一个决策 在流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那你既然信赖了 得做呀 所以你看 这个ABCDE五个选项 囊括了刚才讲的 所有的高频中间考点 你做对了吗 把每一个做错的要改过来 这样的话 你对控制测试就掌握了 好了 那么从理论角度来说啊 从理论角度来说 针对于我们的控制测试 可能就掌握到这 但是实物角度啊 还差得远的呢 实物角度结合着业务流程 后面还会再说 所以说 这一章节到循环审计中 会再出现 因此你会发现 第七章 学的时间也比较长 但是它是个完整的体系 它既可以考理论 单选和多选 也可以在循环的实物当中 进行考核 整个这一章除了第一节 它考不到后面的影响 实物中的一个内容 其他的第二节 第三节都能够考到 和实物相结合 所以大家要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后续还会再相见 所以前面的理论部分 一定要学好 学扎实 好了 第七章 内部控制测试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